走 现在这个政治不是只有台湾 现在连美国政治都是 本来以为说 拜登如果退险 就像我们以前换柱一样 一定兵败如山岛 可是没有想到什么 今天换上贺锦丽以后 那个气氛完全不一样 什么气氛不一样 贺锦丽昨天不是这样 一天的时间 就募到了16亿的台币 那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 五千万的美金 就先更可怕 他说今天 直接募到了8100万 也就是募到26.6亿 这是美国总统有史以来 募款速度最快的 整个民主党的金主 钱全部进来了 对 没错 拜登如果宣布退选之后 大家就以为说 这个民主党可能会陷入 一个混沌的局面 就宝贤 没有 现在好像贺锦丽 她一个人出来之后 好像变成是民主党的救星 为什么 这主要有两个点 第一个点是什么 因为他募款能力 没想要让大家完全的 你不太一样 为什么 原本一段时间来说 民主党党内的募款 前一天来说有五千多万 就没想到之后 他还持续在涌入 他宣布之后 他现在已经来到8100万 所以这个是26.6亿 是民主党史上 而且总统史上 最快的募款速度 两天就募了26.6亿 对 而且让民主党 比较觉得开心的是什么 因为这里面来说话 大概约莫有88万名是捐款 然后有60%是第一次捐款 所以也就是说 是很多人是第一次捐款 他捐给了贺锦丽 所以让民主党觉得相当开心 因为川普刚好相伴 川普现在募款的数字 没有比以前差 可是川普募款的人数 比上一次少了20万 对 所以 裴洛西马上就倒戈 他就说 我们热情支持 贺锦丽带领全场 马上就宣誓叫忠 你五级嘛 五级那当然就这样嘛 那贺锦丽也是一样 贺锦丽有钱 他现在也开始有点信心了 开始觉得说我应该出来 他马上打给这个党代表 那党代表 因为他现在有钱嘛 那拜登有说 我目前的这个9千多万 我也贯给你 9千多万加上他的8千多万 他有1.7亿 1.8亿 所以听说到目前为止来说 已经表态支持他 已经有2千多名了 2千多名来说 已经越过了 1976票的这个门槛 所以已经通过党代表 所以他目前为止 已经通过了 那已经通过的时候 他大概很大几率 在接下一段时间 他准备要代表民主党 出来跟川普PK了 好 那在这个时候呢 他有赢面吗 保洁现在这个时候呢 又有阴谋论爆出来 什么阴谋论 阴谋论相当相当精彩 为什么 现在媒体开始说 纽约邮报就说 事实上是民主党有人 故意要搞拜登的 倒败的 对 故意要这样 他们设一个局 可是设一个局 保洁这个水多深你知道吗 他说这个纽约邮报这样讲 但是他又说了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报纸看说 其实川普5月中 就已经知道拜登不选了 他从5月中就开始 已经拟定了拜登不选 而且他已经把这个目标 转向客警力 所以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这个阴谋论 我觉得不比台湾还要少 所以美国选举 美国总统选举也是非常精彩